几天时间 地企鹅已经穿上了漂亮的衣服 熊猫制作也进入了最关键的塑形阶段 通过雕刻 修补 将熊猫身体形态和肌肉还原出来 同时还要保证各部位维度的准确 如果体型过大会影响之后的腹皮 如果体型过大会影响之后的腹皮 在腹皮之后标本的肌肉形态就会很难显现 如何把控制作时需要小心翼翼 马明一 这里人都叫他马哥 马哥毕业于沈阳美术学院雕塑专业 马哥说 在刚刚制作标本的时候 他很轻松就做出了外表美观 并且有艺术感的模型 但没想到却遭到了老师的严厉批评 老师告诉他 评判一个标本做得好与坏的首要条件 并非是美观 而是能否真实还原这个动物生前的形态 这段话 马哥至今记忆有心 钱斌负责制作另外一只熊猫 他虽然年纪不大 但从事标本制作工作已经有十年时间 论资历 他算是这里的老前辈了 但这次熊猫制作难度之大 让他丝毫不敢马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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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